就直接拍啊 驾照给我就好了 我现在开给你 车上女驾驶火气很大 不停害远景争辩 还想开车落魄 现在离开会再多一条 拒绝逃逸哦 这好像好了 什么证号报给我 不爽 女驾驶口出恶言 下一秒的行径 让远景吓傻 哎呦 抓到我们同事了 来 开门 开门 你在干嘛啊 我们同事还没有看到是不是啦 女驾驶竟想开车撞警察 还开口辱骂 远景气得把人压制 过程中女驾驶出脚狂踹 造成两名远景手脚擦错伤 原来21号晚间 台中市警方在永兴街一带 发现有轿车围停 正要上前举发 60岁马戏女子出现 想开车闪人 远景请她出示证件 她却情绪失控 不止袭警还疯狂呛瞎 马戏女子因为围停 竟演变成攻击援警 最终被带回警局得好好反省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